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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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若是一个男人平时不怎么看电影 那么怎么才能看得津津有味呢 那就选择看恐怖电影 这样会使得效果更加明显 女人会害怕地扑进你的怀里 这样会极大的促进感情的发展 女人在害怕的时候是非常脆弱 若你坐在她身边 她会选择寻找依靠 这样会令你们之间更加亲密 三 会带你去参加聚会 女人其实和男人一样 都会有极强的占有欲 当她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必然会宣誓主权 会带你去见她的朋友 带你参加她的聚会 这就是她宣誓主权的方式 前台词是在告诉别人 你已经明草有主了 不要再盯着你看了 一个女人若是真的很喜欢你 便会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原因 邀请你来陪着她 她同样也会想知道 你是否愿意融入她的生活 会不会同样接受她的朋友 你若是遇到了一个这样可爱的女人 你会珍惜吗 四 和你一起去旅游 两个人一同去旅行 到达一个浪漫的地方 这样是极易产生爱情的 更有利于感情的发展 两个人出行在外 同吃同住 这样就可以提前模拟同居生活 看看你们之间是否合适 能否长久的在一起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可以发现你的优缺点 和对方的优缺点 情侣旅行 一般都会选择浪漫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 制造只属于你们二人的专属回忆 在陌生的地狱 两个人相依为伴 也会让感情加深 若是一个女人 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住 五 你的住所 在良心交往的过程中 女人的自活保护意识 也是最强的时候 心里即便是对你有好感 也会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若是有一天 她愿意和你交心 把你当成是自己认定的人 那么 当她邀请你到她的家里做客时 她是不会拒绝的 她接受了你的邀请 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你这个人 她的内心已经把你们之间的关系 考虑得很清楚了 女人在爱情里 其实并不是盲目的 她也会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做出衡量 只不过是因为她的心里有了你 才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房接纳你 和你去这几个地方 男人就要把握好机会了 一段美好的感情就在眼前 不要让她就这样悄悄溜走 给自己留下遗憾 六 带你去单位 女人深知一点 自己的单位是八卦和议论最多的地方 尤其是自己的女同事 所以很多女人都会对同事隐瞒自己的恋情 因为女人会觉得同事之间的议论 会让自己陷入无法退步的地步 换而言之 如果一个女人的恋情被同事知晓 但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圈子里 她别想轻易换男友了 同时男人们要清楚 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带你去她的公司或者单位 那说明她是非常认可你的外表和形象的 女人是一种内心很复杂的动物 女人渴望爱 渴望自己的爱情被祝福 但是又不希望成为别人谈论的话题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带你去这六个地方 说明她已经抛开一切杂念来爱你了 请好好珍惜她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